以下幾輯將會為你講解大學費用的稅務優惠 首先請你了解 抵稅金額 和扣稅金額 的分別 扣稅金額幫助你減低要付稅的收入 它的價值就看你的編制稅率 一個編制稅率是三成的人士 即是不會增加或減少一百元收入 它的稅款亦都增加或減少三十元 所以一百元扣稅金額就有三十元稅務的好處 另一方面 抵稅金額 乃是直接從稅務當中減除 所以一百元的抵稅金額就減少稅本一百元 好處是比扣稅金額更高的 大學教育費用有可能拿到抵稅金額 但是稅例上也都容許有些費用作扣稅用 視乎哪一項對乘稅人更加有利 但是可以拿到抵稅或者扣稅好處的費用 是限於大學學費和集費 其他好像書本等等的費用 一般都可以當作費用 用來拿到稅務好處 好多個家庭獲得經濟援助 其中可能包括不需要歸還的助學金 grant或者獎學金scholarship 利用這些經濟援助支付的學費和集費 是不能夠用來拿到抵稅金額或者扣稅金額的 我是林修榮,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